获胜的幽柱并没有喜悦, 还在自责自己害死桑元, 但下一秒, 桑元安然无恙地爬了起来, 原来当时护鱼里没有下死手, 桑元觉得幽柱需要一点刺激, 所以顺势演了一步, 左经的毒品那是相当的好, 既然输了, 那就愿赌服输, 气动机关, 要将慧常与自己的野心一同埋葬, 无论小阳王怎么全说, 左经都不打算更改决定, 另外左经还把珍藏的打火机给了金流, 而影子一直处于尸身状态, 没有恢复过来, 幽珠健壮, 左右开弓, 在爆炸的前一秒, 中人逃出了会场, 大赛就此落幕, 大家收拾行囊准备回家, 还给换海立了一关主, 小阳王回到了灵界, 召见了火鱼, 以他前半身的攻击, 本可以不用去冥玉界, 可能是为了赎罪, 他毅然决然地要去地狱中残酷的地方, 见护鱼旅态度坚决, 小阳王只好同意, 等护鱼旅走后, 小阳王让人调查的事情有了眉目, 护鱼旅之所以转生为妖怪, 是在50年前黑暗武术会开始的三个月前, 一个名为溃炼的妖怪, 来邀请护鱼旅, 以贵宾的身份参加武术会, 可当时护鱼旅不在家, 闲着无聊的溃炼, 便将他的弟子全部杀害, 当护鱼旅回来看到这一惨状, 崩溃了, 不过一切地向着溃炼杀去, 但此时他的实力与对方有着巨大的鸿沟, 被溃炼轻易击败, 不仅这样, 连自信心也被溃炼击碎, 就这样护鱼旅消失了三个月, 等到再次出现时, 护鱼旅犹如地狱修罗, 在擂台上亲手干掉了溃炼, 夺得冠军之后, 转生成了妖怪, 有可能是护鱼旅无法释怀, 采用这种方式来惩罚自己, 自责自己没有能力拯救弟子, 于是便伪装自己是为了力量, 而抛弃一切的人, 名誉界的入口, 浣海早早就等在那里, 劝说护鱼旅已经无需在自责内疚, 但护鱼旅依然嘴硬地说, 弟子们死后, 自己才明白什么是真正强大的力量, 而转生成为妖怪是自己最痛快的事, 让浣海不要再管他了, 并说幽主还能变得更强, 不要让他走上和自己相同的道路, 其实之前护鱼旅干掉浣海的时候, 就与小羊有了接触, 说正因为冠军能实现任何愿望, 这个大会才有价值,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心存死意, 并猜到了幽主的愿望, 所以才会对小阎王说这番话, 在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, 浣海复活出现在了大家面前。